好 而现在电子大厂要去三星化 也纷纷找上了台湾的面板厂了 宏达电跟友达宣告合作开发完成4.3寸的主动式 有机发光二极体显示器 也就是AMOLED 将成为宏达电反攻智慧型手机市场的秘密武器 法人圈圣着还传出 说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 他可能会以个人名义率先投资友达 不过双方公司的发言系统都没有证实这项传闻 为了向外界证明宏达电不会就此垮下 王雪红不但强势呛瞎 更用行动积极布局 传出于友达合作开发完成4.3寸的主动式 有机发光二极体显示器AMOLED 将成为宏达电反攻智慧手机市场的秘密武器 全球面板龙头三星近年积极开发超级面板AMOLED 市占率已经独霸全球 三星的Glass S2 S3以及Glass Note等之所以在全球热卖千万只以上 就是因为采用AMOLED萤幕受到消费者欢迎 成为唯一可以对抗苹果iPhone的手机 反观宏达电除了面对一波波的苹果专利战来袭 去年还因为空有订单却拿不到AMOLED面板 以致一款热卖手机最后无法出货的窘境 因此找上全球唯二可以量产AMOLED的友达 希望在下一世代智慧手机开发全力追赶三星 我认为我们大家有很好的创新 对不对 六个Google的pattern是测掉的 手握全球先进面板关键零组件的重要地位 加上股价偏低 台日中3D手机与彩电品牌厂都企图投资卡位友达 以取得先进技术 友达在今年股东会就通过增资8亿股的筹资案 计划引进策略伙伴 法案圈传出 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可能以个人名义率先投资友达 我都一笑都很乐观嘛 大家也知道 努力加油 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很好的 对结盟传闻 友达宏达电都低调不愿证实 不过友达逐科3.5代AMOLED厂已经有7000片的月产能 位在新加坡的4.5代AMOLED新厂将在9月装机完毕 月产能1.5万片机板明年初量产 届时手握先进技术又有庞大产能 势必成为日中各方品牌厂想要投资卡位的策略伙伴 都是台记新闻 综合报导